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捡回了一条命 负责看守的警察不知道灵仪是小文的母亲 嘴臭来了一句 这种少年犯一看就是混混和妓女的后代 因此惹怒了小文 小文立刻就扑了过去 和警察扭打在一起 结果一个不小心用锦枪打死了警察 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 就此心切的灵仪叫小文拿她当人质 然后一起上了天台 二人正在商量着该怎么办时 张警官则偷偷绕后 谁知灵仪发现后却拼命的阻拦 眼看小文就要逃走 张警官只好将灵仪推开 这下惹怒了小文 小文立刻朝张警官开枪 不过没打中 于是张警官开枪还击 击毙了小文 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几个月后 张警官与女友结婚 灵仪也参加了张警官的婚礼 她似乎并没有因为小文的事 而迁怒张警官 婚礼办完后 女友拆起了礼物 她发现灵仪送的 竟是一台没有指针的闹钟 随后行驶在前方的卡车 突然刹车 张警官来不及反应 狠狠地撞在了卡车上 和女友一起浑死了过去 卡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救人 反而把车上的泥沙倾泻而下 将张警官的车辆掩埋 由于救援及时 张警官捡回了一条命 但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她 卡车是凶手偷的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所以警方也无从查起 灵仪以前是护士 得知此事后 便主动留下来照顾张警官 谁知家属和同事一走 灵仪就露出了真面目 承认是自己杀死了 张警官的老伯 张警官听后 立刻扑向了灵仪 但却因为伤势过重 被灵仪反制 虽然张警官喊来了护士 但护士听灵仪说 病人情绪不稳定 便拿来的镇惊剂 注射后 张警官便沉沉睡去 烂毒鬼九九 是警局里的常客 听说张警官住院后 便来此探望 实际上是想找个 安全的地方躲债主 张警官醒来后 将灵仪的事 告诉了同事小美和小勇 灵仪曾说 要杀光张警官身边 最亲近的人 因此张警官担心 灵仪会对母亲动手 另一边 灵仪确实来到了张警官家里 但却是来送高丽生的 等小美和小勇赶到时 灵仪刚好离开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小美上楼后 看到张母好好的 便放下心来 随之下楼时 却遭到了灵仪的袭击 最后灵仪在小美的体内 注射了胰岛素 要不了多久 小美就会死 小勇返回后 得知小美已经离开 便给她打电话 灵仪听到铃声后 立刻关闭了手机 后来小勇解释说 她看到灵仪搭车离去 便返回去找小美 但是距离这么近 灵仪是怎么避过小勇 上楼行凶的呢 难道小勇买了包烟什么呢 得知小美失踪后 张警官便打电话到小美家 结果听到了灵仪的笑声 张警官再也无法安心休养 决定出院调查此事 一天小勇在跟踪灵仪 但没跟多久就被灵仪发现 灵仪假借擦灰之名 用手术刀抹了小勇的脖子 小勇瞬间死亡 这死亡速度有点过分了 九九这个姑娘神经比较大条 经常说说话 所以张警官实在不希望 她继续留在身边 九九刚出门就遇到了债主 便只好往天台跑 结果在躲藏过程中 无意发现了小美的尸体 她的一声尖叫引来了张警官 随后张警官又得知了小勇的死讯 由于证据不足 所以警方无法起诉灵仪 只好放她离开 随后又有两名女学生称 在小勇被杀的现场附近 见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这下灵仪连嫌疑都没有了 更不幸的是 张警官的母亲在此时过世了 这下张警官的心情跌进了谷底 好在这段时间 一直有九九陪伴在她身边照顾她 张警官也开始慢慢接受了九九 另一边 灵仪的精神开始出现问题 她时常幻想小文还活着 甚至还去球场看球 并把场上的某位球员当成了小文 一天灵仪打电话过来 请张警官吃饭 张警官想从灵仪口中 套出她的钻金过 于是在身上装了窃精器 灵仪不仅主动失菜 让他们消除戒心 还借钱给九九 甚至还帮张警官过了生日 并且今天也是小文的生计 张警官无奈只好出言挑衅 说自己是故意打死小文的 然而灵仪并没有被她激怒 看到灵仪掏出小美的手机 张警官知道 证据这下有了 便准备抢抢 但却被灵仪逃掉 张警官这一系列的表现 使得上司无法再相近的 检查了手机后发现 这并不是小美的手机 只是同一个型号而已 原来这是灵仪故意买来引诱张警官的 九九要去看午夜场 张警官只好一个人回家 结果一回家就遭到了灵仪的攻击 灵仪为了让张警官痛苦 决定找个机会杀掉九九 九九回来后 张警官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九九 九九开玩笑的说 不如请人干掉她吧 这句话提醒了张警官 以前都是被动挨打 所以这时张警官决定主动出击 于是涂鸦了小文的墓碑 直接把灵仪欺诈 灵仪立刻来找张警官 结果张警官已经搬走 这下灵仪疯得更严重了 甚至打扮成了小文的模样 跟镜子里的自己对话 随后张警官打电话过来约战 说自己在楼下 灵仪下楼转了一圈 但一无所获 回家后发现 小文的照片全部都被撕毁 这下灵仪几尽崩溃 张警官搬进了原本婚后 用来过日子的新房 之前都是她和九九的作战计划 没过多久张警官留下了纸条 称自己要和灵仪做个了结 警方不相信九九的话 九九只好亲自去住战 结果一下楼就遇到了灵仪 被灵仪给绑架 灵仪来到约战地点后 却不见张警官 原来张警官打扮成了小文的模样 想引诱灵仪主动承认杀人 然而灵仪却给了她一脚 你一张老脸还要扮学生 当我白痴啊 灵仪追出门后 突然看到了一群在踢球的学生 她以为小文在里面 于是开始寻找 最后真的看到了小文 不过这只是张警官做的道具而已 最后张警官点燃了道具 这一刻灵仪真的绝望了 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随后开始回忆 她与小文的点点滴滴 仿佛小文从不曾离去 影片结尾 灵仪一个人在牢里 回忆着曾经 在她的世界里 小文一直陪在她身边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都很不错 尤其是饰演灵仪的冯宝宝 从慈爱的母亲到杀人狂 演技全程在线 真的很过瘾 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这部电影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突然发现奥雷关注了一些日本女演员 当初申请微资认证的时候 说最少要关注50个人才能申请 然后我关注了赛强 关注后突然跳出来一个提示 根据您的关注喜好 我们为您推荐了一些同类型的博主 然后显示出来的 全都是你说的这些女演员 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 但一定要关注50个 所以就全都关注了 玩笑而已 切勿当真 就说到这里 关注微信公众号奥雷说 获取更多影视相关资讯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嗯